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八月七號的 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臺南殺警案震驚全國 但昨天下午三點多 臺南雪甲分局窄港派出所 發生有男子持刀企圖攻擊警察的事件 過程中警察是一共開了十三槍 男子的四肢中彈送醫後 沒有立即生命危險 警方持續介護調查原因 畫面中身穿藍色上衣的男子 手握兩把菜刀快步逼近圓景 一旁甚至還有騎車路過的民眾 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多 臺南一名男子到雪甲 窄港派出所 先是向值班圓景稱 要吹一下冷氣 隨後 因為抱怨有人遭警方取締酒駕 越說越激動 便從口袋 拿出菜刀向值班圓景挥舞 非常的緊張 我覺得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脅 他已經往我身上砍 我自己印象中他喊了說你是打不過我的 遭男子瘋狂 遲到追逐 遠景先是對空名倉 接著過程中一共射擊十三發子彈 才將男子制服上銬 前犯姐夫則表示 只知道該名男子與友人在喝酒 對於後續脫軌行為並不知情 方洋寧強調在遵守警洩 雪甲分局 李金安同仁的表現 非常值得我們肯定 方洋寧強調在遵守警洩使用條例規定的情況下 絕對鼓勵同仁大膽正確使用警洩 後續面對當事人的訴訟 以及請求賠償 都將由警察局負責 不讓同仁有後顧之憂 至於該名嫌犯 已經送往晴美醫院就職 目前生命跡象穩定 記者環判謝震 林文正恆 台南報導 至於台南殺警案殉職遠景圖明城的家屬 就質疑 明德外議間的典禦長杜聰點 是欺上瞞下 也批評司法機關 只會講輕飄飄的官場文章 法務部長蔡清祥就回應 已將杜聰點調職 也會請台南地檢署交報告 尋職遠景圖明城家屬 怒批法務部矯正署等司法機關 只會說輕飄飄官場文章 甚至點名明德外議間典禦長杜聰點欺上瞞下 只會保自己試圖 法務部大動作開展 先將杜聰點調職 再要求相關單位 究責 法務部強調有檢討改善措施 不是輕飄飄 但家屬沒再回應 殉職遠景告別式將在九月五號上午舉辦 台南市警察局長方養寧前往探視家屬 方養寧說殉職遠景不會白白犧牲 該改進的制度會檢視 對於有嫌犯的口卡外洩也會究責到底 而林信嫌犯則在二十四號下午 就算往台南看守所 因涉犯重案 安排個人防毒區 雖沒有被禁見 但無人探視 雙警命案全國震驚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也在臉書發文 說自己是警卷 理解家屬的痛 會各捐五百萬元到募款 專戶 他也提出放寬警員用槍 時機 緊縮外溢間的管理 及執行死刑三點建言 最後點名內政部長徐國勇 與法務部長蔡清祥兩人 難辭其咎 要下臺 記者綜合報導 桃園警方在昨天晚間執行擴大林檢 針對KTV 酒店 汽車旅館等場所 加強林檢掃蕩 淨化選前治安 有員警是在大同路的某間 KTV發現有民眾偷藏東西到天花板 還變稱是在擦鞋 結果員警取出發現是一小包凱他命 全案是依法依請偵辦 園警一進到KTV包廂發現有人動作異常 詢問對方為何跳到桌上 竟然還辯稱在擦鞋 結果被園警從天花板搜出一小包凱他命 讓這名邱信男子當場無言 桃園分局警服所遠景二十六號晚間 在大同路某KTV執行林檢勤務 眼間發現民眾藏獨 全案依法移請偵辦 警車一亮亮出動 桃園分局二十六號晚間 執行擴大林檢勤務 淨化選前治安 針對一些容易滋生事端的場所 進行林檢掃蕩 也要取締酒駕和重大交通違規 警方也呼籲業者善盡職責配合警方 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保障市民安全 記者詹淑雲政委人 武器昌綜合報導 基隆的新山水庫二十六號蓄水量 跌破四成 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就表示 如果再不下雨 已經在評估分區供水的可能性 呼籲基隆民眾配合節水 最新的統計顯示 今年七月全台平均降水量 減少六成 是十五年來同月新低點 艷陽高照 從高處俯瞰基隆新山水庫 已經明顯可見岩石大面積裸露 二十六號水位來到七十一點八五公尺 蓄水量只剩三十九點五趴 跌破四成 水晴吃緊 目前尚未全面減壓供水 但如果再不下雨 正在研議是否照往例 實施公五停二或公二停二 管理處表示正評估在雙溪更上游的地方 飲水另外針對地勢較高的社區已經調度三十五輛水車待命 在需要時送水而多雨的宜蘭近兩個月降雨少 七月只下十一毫米創十五年來新低 清明節種下的三星蔥缺水乾旱大量死亡 農筍粗估破億 持續一直乾旱嘛 溫度又高 那個甜菜葉的量就很大 確定損害率到達新一 就是我們門檻 現場看來損害率大概是三十一點七趴 這個夏天酷熱又沒有颱風帶來雨量 適時補充水庫 主記處國情統計通報顯示 七月平均氣溫較去年增加零點三度C 七月平均降水量只有八十三毫米 較去年大減六十三點九趴 是民國九十七年以來 也就是十五年來同月新低點 記者有沒有裝置成林靜倫 基隆宜蘭報導 帶你來看今天的《早餐時報》 首先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在全球央行年會上演說指出 聯準會必須持續升息 並且將利率維持在較高水準 直到有信心通膨獲得控制為止 他警告這個過程將可能 削弱就業市場 並引發家庭與企業一些痛苦 跨街日報就解讀 聯準會在下個月傾向升息三碼 接著看到中國時報 南韓二零二一年總和生育率 再探底來到零點八一 不僅打破二零二零年創下的世界最低紀錄 專家估計二零二二年的總和生育率 恐怕低於零點八 最糟糕的情況下 人口最密集的首都首爾 可能在二零五零年面臨到人口數 比二零二零年下縮百分之二十五點一 相當於是少了兩百四十二萬人 最後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華府的智庫布爾金斯研究院 在日前發表的新報告指出 全美大約有兩百到四百萬人 因為新冠肺炎的長期後遺症無法工作 換算下來相當於一年損失大約五兆 到七兆元的新台幣 新冠疫情呢 本土這邊是國內新增了兩萬六千 四百零九例的本土病例 而重重症是有一百一十六例 死亡四十五例 至於外界關心邊境開放的時間點 指揮官王必勝就強調 BA.5的疫情高峰 預估會落在九月中下旬 因此最快十月邊境才會再鬆綁 新冠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二十六號週五新增兩萬六千 四百零九例本土病例 全台以新北市病例數 破五千例最多 而中重症有一百一十六例 死亡則有四十五例 重症個案中新增三例兒童 Miss C所幸都已經康復出院 其中一名兩歲女童 在五月確診後九十六天 才出現Miss C症狀 創下間隔最久記錄 Miss C就佔了一百一十五位 那這個整個年齡層的分布 仍然是以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居多佔三分之二 由於全球邊境紛紛鬆綁 交通部觀光局也已經將 出入境指引計畫 送交指揮中心 為考量防疫量能 會先開放外國觀光團入境 再開放我國團客出境 而且調查顯示 日本旅客非常嚮往來臺旅遊 王必勝強調仍然朝穩健 開放方式逐步鬆綁出入境規定 未來會優先調整三加四減一天數 然後調高每週入境人數 接下來開放部分外國團客 最後才是放寬零加七減一天數 至於我國新冠肺炎 整體致死率已經降低 從之前的萬分之十八人 降到萬分之十七人 記者 王德馨 台報道 去年的疫情期間爆發好心肝診所 和核心醫療集團特權疫苗案件 北京調查後就認定核心集團營運 長林思宏 明知旗下兩間診所 有六十五人不是優先施打對象 仍然指示下屬製作不實資料 上傳系統 被依偽造文書罪起訴 去年五六月新冠疫情嚴峻 但疫苗短缺 規定第一到第三類造冊人員 才可以接種 但台北市好心肝診所 卻爆出千人偷打AZ疫苗事件 當時被質疑的特權藝人名人 先後出面道歉 好心肝的負責人 許金川也為此遭檢調約談 台北市長柯文哲 副市長黃珊珊也被告發涉嫌 圖利 經一年多的偵查 認為犯罪嫌疑不足 相關的被告全都以他資案 牽結 而涉入特權疫苗案 還有核心醫療集團 核心醫療集團去年六月 未非優先接種對象施打疫苗 以招北市府開罰兩百三十萬 並終止疫苗合約診所資格 今年八月二十六號 北檢起訴書指出 核心集團的營運長 林思宏指示旗下的兩家診所 協助立委高嘉瑜前男友林秉書 四十二名親友非優先的接種對象 施打新冠疫苗 再將不實的資料上傳系統 北檢以衛造文書罪起訴林思宏 至於涉案的林秉書 北檢表示因不具醫事人員身份 不構成間接證犯 將他涉案的部分牽結 外界質疑核心集團透過關係拿到的八十五瓶疫苗 是高嘉瑜向北市衛生局施壓 檢方認定高嘉瑜指示做選民服務 不設犯罪 記者黃六成立峰桃寶寶 無二戰爭持續超過半年 雙方折損了不少兵力 俄國總統普廷是簽署法令 要求增兵百分之十 大約是十三萬七千人 兵員來自民間 連監獄囚犯也是增兵對象 無二戰爭持續攻防 為了補充在戰場上損失的兵力 擴增軍隊規模 俄國總統普廷二十五號簽署 一項法令 要求增兵百分之十人力 約十三萬七千人 這也讓俄國軍隊的人數 從一百零一萬多人 增加到一百一數萬多人 另外還有將近九十萬的文職軍人 BBC指出 除了向民間募集兵員外 這次俄國的增兵計畫 也瞄準了俄國的受刑人 以自由跟金錢為用因 希望關押中的囚犯也能夠 站上前線 預計徵兵令將從二零二三 年的元旦開始生效 但目前民間對於參戰的意願 並不高 此外對於歐美國家不斷向 烏克蘭提供軍事裝備與武器 導致持續半年的戰事拖延 俄國國會的執政黨代表 二十五號也警告西方國家 不要再提供烏克蘭 殺傷性的重型武器 因為這些武器不僅造成民眾死傷 更引發了目前 札波羅熱的核電場危機 這與俄軍在烏克蘭獨立紀念日當天 攻擊東南部城鎮查普林的車站 死亡人數攀升到二十五人 其中包括兩名兒童 烏克蘭認為 俄軍的攻擊是針對民眾的住宅區 但俄國表示是為了摧毀向頓巴斯地區 運送武器的軍用列車 另外俄國還宣稱攻擊了烏軍 在波塔瓦跟聶伯羅州的空軍基地 摧毀了八架烏軍戰機 這將是烏克蘭空軍過去幾週以來 損失最慘重的一次 公認新聞陳頌比 國際聚裁俄國的效應也正在發酵 其中以汽車業的衝擊最大 俄國最大汽車製造商福爾加 有離職的員工就指出 他們三月起就被迫修無薪假 這個月公司更發放遣散費 要員工另謀出路 俄國入侵烏克蘭後 總統普廷多次放話 不怕西方經濟制裁 但平民百姓感受大不相同 曾在俄國最大汽車製造商 福爾加工作的員工指出 戰爭爆發後 公司就面臨供應短缺的困境 也失去法國合作夥伴雷諾 雖然福爾加至今沒有解雇 旗下四萬兩千名員工中的任何一人 但他服務的工廠 多數員工三月起 就被迫修無薪假 福爾加這個月更對部分員工 發放遣散費 要他們另謀出路 事實上俄乌戰爭後 俄國多數外國車廠 包括福斯 VOVO 三菱等車商 都暫停了在俄國的業務 並解雇當地員工 導致產量大減 今年上半年俄國小客車產量 跟去年同時期相比 下降超過了六成 根據政府統計 俄羅斯到七月底 已經有超過二十三萬名勞工 正在放無薪假或工時減少 但官方並未將這些被變相 減薪的勞工 列入失業人口 莫斯科當局僅強調 當地六月份失業率 只有百分之三點九 創下了歷史新低 公視新聞 涉零編譯 美國加州推動零碳牌 領先全球設定逐步淘汰 汽柴油車的目標 並決定二零三五年起 禁售燃油新車 目前已有其他十六州 打算跟進 加州推動減碳 不遺餘力 空氣資源網游會 星期四表決通過新規 二零三五年起 所有銷售新車 不得排放溫室氣體 必須改為電動或氫燃料 驅動 兩年前 並開始推動這項政策的 州長紐森宣稱 這是終結燃油汽車的 一大里程碑 加州制定的這項淘汰燃油車計劃 乍看之下與歐盟同步 但是它實質上更領先全球 明確定出未來十三年內逐步實施的步驟 第一道門檻規定 二零二六年起必須有三成五的新房車為零碳排 二零三零年再調高到六成八 目前已經有華盛頓州和馬州等其他十六州打算跟進 而真相新規等於為電動車鋪下康莊大道 目前各大汽車業者正在搶食這塊大餅 不過除了得在售價上更具競爭力 充電站等基礎建設也必須同時擴充才行 有數據顯示交通運輸所排放的廢氣 佔了加州溫室氣體排放的四成 是最大的空氣污染源 聚受燃油車的新規一旦落實 加州渴望在二零四零年 將汽車廢氣排放量減半 也將對降低氣候衝擊 做出具體貢獻 故事新聞曾惠敏編譯 美國太空總署NASA 日前發布一段三十四秒的音訊 是來自距離地球超過兩億光年以外的 黑洞聲音 引發廣泛討論 低沉又帶一點空洞感的聲音 這是距離地球兩億光年之外 因先作星系團中的黑洞聲音 NASA日前在社群平台 發布了這一段音訊 引發廣泛討論 英國建橋大學團隊發現 這個黑洞發出來的聲音 比鋼琴鍵盤的中央C 低了五十七個八度 最高層人類可以聽到的頻率 才有這段檔案 而實際上這種收音化的方式 也曾經用在人類第一次拍攝到 黑洞影像的N87黑洞 前左的光太空望遠鏡跟哈勃太空望遠鏡 還有一個次毫米波地面的一個無線電波望遠鏡 同時去呈現出這個M87在高音中音跟低音的一個聲音 浩瀚宇宙還有很多位解針迷 也是科學家不斷探索的領域 先前微波太空望遠鏡 才捕捉到陌星的南北極光 極地霧霾 還有著名大紅般周圍所圍繞的小風暴 而近期美國NASA的重啟月球探索計劃 近一九七二年阿波羅成七號之後 已經半個世紀都沒有人類登上月球 所以這一回的發射備受更接關注 阿提米斯一號預定八月底升空 將會是一趟無人的地霧霾 飛行任務 如果成功完成測試 後續就可以進行再人繞月任務 目標是要在二零二五年 讓人類再次登月 記者曹燕軍聰復財 臺北報導 加點回到國內 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缺乏 臺中榮總建構的全國最大規模 遠距照護中心是接牌啟用 可以提供偏鄉醫療單位 及時的醫療評估 減少轉診耗費的時間和資源 護理師透過螢幕 對遠在雲林的長者評估心率狀況 透過遠距方式 對患者進行會診評估後續的醫療 進展成為補足偏鄉醫療資源的方式 而臺中榮總更將遠距醫療系統化 整合 成立全國最大規模的 遠距照護中心 結合長照和數位資訊以及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等數位化的資料 不僅提供即時分析 也和相對偏鄉醫療體系合作 提供出院之後的健康監測 慢性病照護 以及急重症轉送的相關醫療評估 甚至透過個人健康監控 即時會傳參數監控健康狀況 更得以減少偏鄉地區轉診或評估的時間和資源 如果沒有遠距醫療 他要怎麼看病 他到了衛生所 到了地區的診所 當那個醫生說 我不是這個領域專家了 他就只能夠轉診 那轉診要嘛就到南投 那南投沒有任何一家醫學中心 他就只能跑到彰化跟台中 分院這邊的醫師 或者護理師來執行 那我想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轉院 普里容總認為 在地機構透過遠距 可以及時對患者進行醫療的必要處置 爭取黃金時間和審下醫療成本 而台中榮總則表示 偏鄉地區確實也有數位落差的問題 也會盡力簡化系統 以及流程來克服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報導 台東縣有二十三家照相館能拍證件照 不過有一半以上是在市區 部分的鄉鎮連一家照相館也沒有 尤其有偏鄉像是陸野鄉就沒有照相館 今年有社區影音紀錄中心提供弱勢鄉親免費拍證件照 一般民眾收費也只要試駕的一半 這裡不是照相館 但是該有的各種角度閃光燈和背景板 設備都跟一般的照相館差不多 這是陸野鄉瑞和社區影音紀錄中心提供的拍證件照服務 由於陸野鄉沒有照相館 剛好有社區年輕人會拍照 為了服務鄉民 辦理各種證件 並且讓公共的空間更能作為公共使用 這個月就推出免費為全鄉老人和身上者拍證件照服務 一般民眾也只收市價半價的費用 讓鄉民不用在大老遠奔波到鄰近鄉鎮或市區拍照 方便辦理各種需要照片的證件 任何社區影音紀錄中心表示 一般民眾不會經常拍證件照 但需要用到照片的時候 卻能就近服務鄉親 讓公共空間公共使用 記者鄉民哲 台電報導 謝謝讓我們起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 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明天同弦再會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